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来卖货并不是为了夺取别人的饭碗 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产品的好处 为这些人带来更多的福利 相信有周深的加持 这个产品一定会更受欢迎 另外 周深卖货的方式与传统的卖货方法也不一样 他不仅表演了自己的歌曲 还与网友们互动 让大家更能感受到他产品的特色 同时 周深的知名度也会为这个产品报来更多的关注 为产品的推广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的来说 周深的直播卖货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他不仅可以为他带来更多的收益 也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这个产品 不管是什么行业 大家都要尝试新的方式 才能不断突破自己的局限 自打进入到五月份以来 带给我们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高能无可畏接踵而来 前有个人献上演唱会 连唱十三首金曲 外加两首轻唱 全网被提及最高的词语只有周深 可见周深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有多么强大了 偏实力 再次成为了央媒的最热艺人 就连官媒都发文盛赞 在微博上主动该提了周深 而跟歌会老模李健同化演唱的经典 被加尔湖判再次成为了乐坛中的一大经典 堪称高手对高手 在没有任何彩排的情况下 张开就是一段神鲜明场面 演出效果足以载入华语乐坛的史册 整场表演没有任何华而不实的服装或者舞台道具 只有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真情流露 节目播出后 当晚的直播结束之后 周深与往常一样 莫过多久就被歌迷推上了热搜 相关热搜周深蓝亭旭戏枪霸榜全网第一 单日阅读量2450.1万 但话题讨论量为21.1万 目前数据还在不断更新之中 这首蓝亭旭是天王周杰伦的一首中国风代表作 发表于2008年 由方文山填词 在这之前 很少有一线歌手翻唱该曲目 不是歌曲不好听 而是翻唱难度极高 很难唱出周杰伦的韵味 但周深的婉转戏腔 唱出了古典文化的美 并且赋予了这首老歌不同的味道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也就周深一人可以达到这个高度 根据官方统计 不包括录制视频观看人数 光是在线观看这场晚会的人数 就高达3000万 连唱三首经典新瑜伽 加蓝亭旭加贝加尔湖判出彩表演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大保尔福的音乐盛宴 随后参加了腾讯举办的音乐会和风艺术行动演唱的曲目 治愈感十足 与众多小朋友梦幻联动 音乐会结束后 这首填耿五月风不负众望 直接冲上了腾讯音乐有你榜的榜单 并且还拿下了实施榜的第一名 就目前的节奏来看 该曲目有望成为中小学的一首推广曲 响彻整个校园 不过今天要说的周深的高光时刻绝不仅仅于此 仅隔一天的时间 周深又强势加盟了微博电影之夜 走红毯的过程当中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疯狂输出高情商 看到任何一个镜头都会面带笑容 主动打招呼 央视六公主还特意发了一个关于周深走红毯的名场面 名为周深走红毯画风就是不一样呀 光是这么一个16秒的短视频 点击率就破了数千万 不愧是观美眼中的宠儿 向来都是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而在电影之夜的舞台上 带来了一首金曲串梢 将《大鱼悬崖之上》有我三首不同类型的金曲 完美地融合到了一起 简直就是一首风神之作 只见周深穿了一身黑色闪片晚礼服 搭配经典白色衬衫闪亮登场 全程没有任何一个废镜头 开嗓就把舞台分为烘托到了极致 众所周知 第一首演唱的《大鱼》是周深经典中的经典 对他本人也好 对歌迷也罢 都意义非凡 时隔这么多年了 每当提起周深二字 路人都会第一时间想起《大鱼》这首金曲 值得一提的是每次演唱这首经典时 周深都能给歌迷带来满满的感动 而且每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第二首是《悬崖之上》该曲目是张艺谋指导的同名电影作品的主题曲 在前不久刚刚帷幕的第三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 该片的男主张艺以38票的成绩 拿下了最佳男主角奖 影响力比无惊的长津湖都高 能在众多佳作当中脱颖而出 自然离不开周深以及歌迷的默默复出 百花奖结尾时 周深还演唱了《红湖水浪打浪》 尽管只有一小段落 但为百花奖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回这首悬崖之上歌词既有正能量又有家国情怀 致敬革命前辈 周深通过《天籁之音》申请诉说 上一次演唱这首歌还是在2021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 细心的朋友应该都听出来了 周深在原有基础上 又进行很大的创新 吟唱部分堪称一绝 《殿堂级演唱水准》刷新了所有观众对他之前的认识 再加上第一首的大鱼很难让屏幕前的观众不为之动容 第三首有我这首歌虽然跟电影作品有关 但大有来透 是中青团成立100周年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 属于一首典型的主旋律曲目 歌词越往后听越上透 瞬间就能把观众带回曾经的历史长河至终 震撼至极 有力量 有担当 由周深来全是再合适不过了 天籁之音唱出了这首歌的精华所在共青春 有我在家上深厚的大荧幕 高级感扑面而来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周深个人演唱会 三首金曲串烧唱完 周深与往常一样 显得十分谦虚 并没有直接下台 而是向台下的观众身居一躬 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 给人感觉特别有爱电影之夜结束之后 刷爆了朋友圈 同时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人直呼该场晚会音效方面 做得一点都不到位 很多时候都出现了不同的程度杂音 话虽如此 但这恰恰证明了周深的扎实的唱功 哪怕舞台方面做得不够到位 照样能用强大的气场 征服台下以及全网的观众 这也正是不少观众都沉浸其中 难以自拔的真正原因 两天四场直播 再次坐实了劳模称号 别的歌手都是内卷别人 蹭别人的热度 而周深则是内卷自己 每等歌迷在上一个舞台跳脱出来 就已经带着全新舞台作品 向我们迎来走来了 每次出手都是一张王诈 个人献上演唱会 七夕晚会 王者荣耀直播 田耿音乐会 以及刚刚结束的微博电影之夜 周深一次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总而言之 周深才是值得我们一路追随的优质偶像 没有之一 不知道大家都对周深在电影之夜中的表现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小雅 要バ素 大雅 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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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